浙江国术馆对于韩庆堂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地方 民国十七年 国民政府于南京成立中央国术馆 将武术证明为国术 韩庆堂于民国十七年 考进中央国术馆的首期教授班 以第一期第一名成绩毕业 当时人称武装员 毕业后韩庆堂于民国十九年 受聘至浙江省国术馆任教 时光流逝 现浙江国术馆更名为西湖博览会博物馆 韩基祥先生走进了浙江国术馆就职 走进了当年爷爷所任教的建筑 建筑物虽然依旧 内部却早已误患心仪 看到这 韩基祥先生的内心有些惆怅 这种让武术复兴的念头愈演愈烈 在这的每个早晨 韩基祥先生都会随着众师兄一起习武 这对他来说每一秒都弥足珍贵 这一天武林活拳非以代表性传承人何子楚 细心传授了武林活拳一路 这是何长海容中外诸家之常所称的拳法 也是韩门武学的延伸 活拳套路目前共计有三路 步伐灵活 昭世都变 活为魂 活也是爷爷生前强调的心法 韩基祥先生心想 若能将两岸韩门武学做以整合 相信必能令古灵活拳体系更为完整